哈喽大家好 我是爹小夫 又收到粉丝发过来的一个投影仪的电源板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描述这个电源板呢 前几有380伏 后几没有电源输出 自己也查了一下 换了芯片 然后呢 维修时拍个视频 好的 据描述 前几有380伏 证明这个p5c这部分是工作正常的 接下来我们主要查这个电源部分 对于粉丝说的 应该是这个芯片换过的 啊 这个芯片推动这只看管来推动bh 从这后边输出电压的 我们来实测后级输出 逆不利用两端有没有明显短路的痕迹 进测量都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直接在前几上电看一下什么情况 好了 直接接入电源 上电 测量输出 果然没有电压 测量的p5c 逆不利用两端电压 呃 实测只有330p5c没有启动 测量电芯片供电引脚电压 啊 只有10伏左右在跳动 不正常 好的 接下来断电 p5c电压呢 应该是开机之后才有的 我们目前来解决这个 电源问题 首先来我们查一下芯片供电回路 经查这个ic 适应为46B1006角为供电 外围的电阻 电阻 电容以及控制的三级管 前级都查了 供电回路没有问题 继续查找 发现看管原级S级到D 这个是D啊 并的这三颗12301.32的电阻 组织已经变大 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接近9k的值了 测量看管并没有击穿 接下来我们更换电阻 4G 逐一拆掉 怀疑损坏的电流检测电阻 好了 装回好多电阻 之前是三颗1.32的组织并联啊 并联之后的总组织大概是0.43 手楼上没有0.32的 临时用两颗U的代替 总组织大约0.5 相差 0.07左右 没问题啊 好了 直接上电 再次来测量输出 又不掉两段电压 哎 现在就有了 非常稳定 再测一下其他组 这组12伏稳定 正常 再测现在芯片的供电 15伏稳定 正常 好了 此时我们这个电五输出的故障就算是解决了 最终呢 他这个电路没有其他地方损坏 那么光三颗电流检测电阻组织变大 经分析呢 他这个应该是设计功率的过低了 然后长时间电阻运行发热之后呢 组织就变大了 接下来呢 拆掉了1欧的电阻 我们换上5颗2.2欧的 并脸之后呢 刚好是0.44 跟之前三颗1.3欧的并脸非常接近了 接不开了 而且这样寿命更长一些 最后我需要系统全面学习开放电源 微续老体可以看一下 左翼小王车也详细的课程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这张座羽 收听